我想大家關心匯豐股價,匯豐渣打,由你回答 是的,不知道怎樣去計算 因為匯控在這一段,你說過業績方面或前景方面 大家都覺得沒甚麼期望,沒甚麼特別大期望 但當你的息出現問題 即是說你之前賣匯控最大的誘因,可能現在都沒有了 甚至乎你的不明朗會去到多久 你說第四季,現在說首季或中期 其實他沒有說第三、第四季,沒有這樣說 第四次中期息沒有說不,但一、二、三就沒有了 那之後會否派回呢?這個也很難說 會否加回給你呢? 是的,會否補償呢? 還有,如果在這一段,匯控在一些基金的角色 真是有些叫公用股,是長期收息的 可能你是這段時間斷了 那你斷了整個模特兒的策略 如果你在基金的管理,就應該會以率先拋售為主 那個金額會有多大呢? 是的,你不知道的 所以現在你不太多都是不明朗時間 你又不知道多長 之後是究竟會不會派回的話呢? 匯控的衝擊,當然你不可以立即看息率 即是你一斬,預測息率應該你當今年最終的季 你只能派回,我先當,21美線 那你斷大約是3厘左右 那就死定了,3厘 你應該看回其他公用股 我會不會這一段時間轉 反而我覺得這一段時間 你對於匯控的股價衝擊 3厘是高於騰訊的 是的,那我為甚麼不買騰訊呢? 而且會理好本地的銀行股 我都叫它轉 即是恆新,甚至乎 這個問題我要問一下朋友 第一,我想歐美監本機構 特別是英國的舉措 是不是有些粗疏? 一視同仁,一刀切的方法 好像有些人會覺得不正確 是不是有些粗疏? 第二,我覺得要正視 或者要討論的問題 我真的怕加滿機的玩耍大隊效應 是的,是大問題 先回答第一個 由去年一些所謂的保障卡 開始就是不要理會否發生 我先做了 那種感覺是陽日到今年 所以ECB就算我看不到那批數字 我都先討論一次 第二,就是會否整個版圖 即是說會否操不操梳呢? 其實在這麼短時間裏做一個決定 就很難去評論它是怎樣的 因為始終疫情太過急 還有現在說了幾百萬人失業的時候 數據預測了 所以其實做了事先 相信是動作可行硬見的 應該要做的 但至於你說會否傳染去其他的地區 我相信是會的 尤其是會否見到 其他美國類型那批都開始做 因為其實美國本身 如果大家記得去年年尾 其實有些壓力測試 14間至13間都通過 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在美國那裡 所以如果是這樣的 它又跟進 會否令到美國的銀行的版法 一跌呢? 美股指數其實都會受影響 整個投資氣氛在股票之中 也都有一些壓力 所以其實這個可謂 無論你算是第二陣、第三陣 甚麼都好 其實這些連儀 由一個經濟開始在機構裏面 相信是逐漸會發生的